快点快去啊 全村上下的老百姓注意了 本家中十四岁以上 十八岁以下的代子闺女 赶紧送到村口聚齐 让秦差老爷公布 如有隐瞒 看欺君之罪查办 全村上下的老百姓注意了 本家中十四岁以上 十八岁以下的代子闺女 赶紧送到村口聚齐 让秦差老爷过目 如有隐瞒 按欺君之罪查办 我一定要去 家中凡有十四岁以上 十八岁以下的代子闺女 赶紧送到这儿来聚齐啊 让秦差老爷过目 这件事情你想好了 你要是再改变主意了呢 到时候可就来不及了 强儿 强儿已经想好了 不想让张子歇 唠个欺君之罪 可刚才张大人说了 你只要一露面 就有可能被悬伤 我也这么想 那你还去 怀哥不是说 他要当什么官来给我看看吗 这皇帝的官总够大了吧 傻孩子 这只太小了 什么都不懂 你知道皇帝长得什么样了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 皇帝他能娶那么多老婆 也算他有胆量 他也不怕他的姐姐妹妹 爹娘他什么知道 多厉害 爹娘 我去了 强儿 胡说 由他去吧 这孩子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但愿他不会被陷伤 就凭他孩子那模样 十有八九 那你还让他去 那是命啊 你可知道 欺君之罪 那不是闹软的 你说什么 强儿姑娘 我可以带他们走吗 这可不行 您就是带上了 他们也不能进宫啊 皇大人先等一下 那他呢 这个好 咱皇帝陛下最喜欢这玩意儿的 黄大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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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女儿要宰了 该说点啥说点啥 儿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孩子 那可这太难 那么难 宫里会用车 送我回来呢 这孩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出了门啊 别太任性啊 俗话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吧 老人家 这话可不敢这么说啊 这位爷您别见怪啊 强儿 这宫里可不比在家 处处得小心啊 这位爷 我的女儿第一次出远门 你把她带到皇宫 一定要多帮助她 老人家 你们就放心吧 我看呢 就凭强儿姑娘这相貌 这份聪明劲 保管会受皇帝陛下宠幸的 您呢 就等着有一天封侯吧 得了得了 宋人终有一别 备叫吧 对了 赶紧去知会一声 那个王将军 跟他说准备好启程 晚上往自归县城 再跟他聊 爹 你啊 您生了孩儿一场 祥儿在父母面前 不能见笑了 还请哥哥嫂子多费心 祥儿 祥儿 快起来 祥儿 祥儿 祥儿你慢走啊 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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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记住啊 别引了皇上勿国 留下千古的骂名啊 走吧 爹 我知道了 走 走 走 好 Sono chunk viewpoint 走 到了縣城了 我要去张大哥家拜访 好啊 千月 愿意到我家里去 你张大哥我求之不得呢 张大哥 嫂夫人一定很漂亮吧 这个世上什么人 和强儿相比 能谈上美这个字 停轿 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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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管什么事 这是几 二 黄总管 我真的没事 那你说 咱们现在是去哪儿 往北 总管 你还是不相信 谢谢 总管说说看 陛下是个什么样的人 语言难尽 那陛下也太可怜了 皇后也是为了皇上好 她要再不说两句 这皇上天天写歌作父 时候长了 也不大好 那陛下不会生皇后的气吗 咱这皇后可不是一般的皇后啊 她的父亲兄弟都在朝廷里边做大官啊 皇上还得靠他们处理朝政呢 那不就成了皇后一个人的天下了吗 呦 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其实咱这皇后啊 其实咱这皇后啊 她也是个好人 黄总管你可真会说话 谁都是好人 当然谁都好了 王姑娘 这到了宫里头啊 你可记住了 谁都不好惹 宫里到底是什么样的 宫里啊 那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 你啊 去了就知道了 去了就知道了 王姑娘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姑娘 可是一进宫啊 可就不能由着理性子来了 处处啊 都得按照宫里的理规行事 那宫里的规矩都是些什么呀 到时候啊 自然会有人教你的 王姑娘你可要记住了 只有被皇上宠幸当上贵妃 方不须此行 才能一辈子 向尽荣华富贵 家族兴旺啊 皇总管放心吧 前儿记住了 嗯 好 姑娘 姑娘 姑娘下来吧 到地方了 嗯 好大呀 这里简直太大了 啊 姑娘们 快点快点啊 站好了啊 站成一排 姑娘们 这夜庭待照并不是让你们在这儿傻呆着等待照见 啊 你们要和各位教习姑姑好好学习宫廷之礼 明后妇宫廷之德 明后非之德 修阅君之道 尤其是会写琴棋书画的更不可荒废 咱们皇帝陛下虽贵为天子 却是多才5个月的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宋姑姑 这两位姑娘你带回去吧 是 跟我来吧 周姑姑 这两位你带回去 是 走吧 汪姑姑 您带那两位 是 跟我来吧 钱姑姑 带这两位 是 跟我走 蔡姑姑 这王强儿和赵玉 就交给你了 王总官 跟着去呀 快去 王总官 你快去到那儿听话 是 你快去 是 赵玉 王强儿 你们要答在 在 在 你们都有字吗 字 什么字啊 小女 自立军 我不知道 我除了名字以外 还有什么字 那现在给你起个吧 那就叫昭君吧 昭君 愿日后 能昭君王的喜爱 你看如何 小女觉得 要是叫昭君的话 不如把提手旁的昭 改成日子旁的昭呢 好大的口气啊 昭明君王 让君王更盛名 越盛名不是越好吗 那好吧 昭君 在 蔡姑姑 昭君 在 你在家里读过书吗 读过 读过 我是读着玩的 就是我哥哥读的时候 我老跟着去 读些什么书啊 诗三百 关关居鸠 在河之舟 还有呢 黎骚 九哥 什么 地高阳之苗一息 正黄考 约伯雍 若有人息 山之鹅 批碧利息 戴女罗 你读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蔡姑姑 我读的乃是三驴大夫词啊 什么三驴大夫啊 就是屈原呢 蔡姑姑 你不知道屈原吗 那也是你们京楚之人吧 对啊 他以前是我们楚地啊 最有名的瓷作家 说起来还是我的同乡呢 我听说他 行了 你可读过孔孟之书吗 孔孟 谁啊 孔孟是谁啊 我没听说过 孔孟是孔子 孟子两个人 什么 他们两个写过什么 你说是书名 有论语 中庸 大学 和孟子呀 没错 你读过的诗三百 也是孔孟之书啊 是吗 那其他几篇 我好像都没听说过 看来 你们京楚之人 不太懂得孔孟之礼呀 蔡姑姑 那你可得好好教教我呀 我当然得教你了 你要知道 这大汉天下 如果不通孔孟之学 就如同不知人礼 那我可真得好好跟您学学了 不然我连人都不是了 看来 你是读过孔孟之学的了 虽然能够背诵 但基礼意 尚不甚寥寥 还望姑姑 多多指教 那我对你就不用太费劲了 还望姑姑 多多栽培 你还会些别的记忆吗 弹琵琶算吗 我没问你 小女平时画一些东西 但是还很粗索罢了 你也会画画 我也会画画的 不如哪天我们一起 赵军 在 去拿你的琵琶吧 是 想不到 大汉的黄土之上 竟然 还有不知道孔孟的人 京畜之地 不同于中原理俗 他不懂不能怪他 你呀 也不能小看他人 这赵军聪明灵秀 一学 就会在他人之上 是 姑姑 李夫人 我不是在做梦吧 蔡姑姑 来 快过来 蔡姑姑 外面有人找 等着啊 蔡姑姑 是毛画师啊 蔡姑姑 蔡姑姑 先画哪一位啊 让我想想 蔡姑姑 先画我吧 你怎么出来了 小女已经准备好了 那你就下来吧 别让画师生气啊 小女明白 毛画师 那你就先给丽君画吧 去画师吧 他干嘛要给立军画画啊 昭君 这陛下 照醒之前 都得先看看影像 你以后也会这样的 还要看影像 直接叫他来看不就行了吗 这么着多费劲 这是规矩 我去看看行吗 不行 去看看都不行吗 不能看 毛画师 辛苦了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别加你这样 坐舒服了 才画得好 坐坐坐 哎 姑娘的梅梢好像有些破绽 没关系 我毛颜兽最会画霉了 怎么会是这样 这是多年的规矩 又是规矩 天到晚全都是规矩 你快去准备一下 我不 好的规矩我要听 不好的规矩我也要听 是皇上让他画我的 又不是我让他画的 他想要金子干嘛想我要 去找皇上要去 你要知道 他把你画的好一些 这皇上就有可能 很快照性于你 我就长这样 不用他忘好了画 赵俊 你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你不要觉得 你生得好看一些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我也没说 自己有多了不起 比你漂亮的 我见得多了 比我漂亮就比我漂亮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那我说错了吗 我是你的教习啊 我知道你是我的教习 你教得好的我会听 可是你教得不好的 我也要听吗 你真是个蛮女啊 那你倒说说 我这个蛮女哪说的不对了 我不跟你说了 那就别说 有你后悔的那一天的 我长这么大 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那好 你去吧 蔡姑姑 你还没听我弹琵琶呢 我怎么碰上你这么一个人呢 要谈 你就谈吧 那 你是想听高兴一点的 还是想听不太高兴的 挺不高兴的呗 看我 哪里还高兴得起雷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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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这曲子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小女自己下编的 你这琵琶是跟谁学的 这还用学吗 我们那儿的女孩全是自己瞎弹 弹着弹着就会了 会是这样 那你再弹一手高兴一点的吧 那蔡姑姑是想听特别高兴的呢 还是想听只有一点高兴的呢 一点高兴的 你不生气了 你这孩子 可是我也不是故意让你生气的 可是刚才你还真把我气坏了 我给上百个女孩当过教席 还是头一回碰到你这样的 好还是不好 难说 谁知道呢 好了一个 立军 画得怎么样啊 画得可美了 赵军 赵军 来 起来吧 下一个 去吧 毛画师 赵军 他还没准备好呢 我准备好了 他还没准备好呢 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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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看我 是赵君长得太丑了吧 不 长得太美了 真的 别人都这么说 姑娘是姓李吗 我为什么要姓李 我姓王 我看你长得很像一位姓李的夫人 她是不是长得特别漂亮 对 很美 不过你比她还要美 华师你过奖了 请华师赶快开始华吧 就这么华 是啊 就这么华 华师还在等什么 我听蔡姑姑说 华师你最会画美人了 那得分画什么样的美人了 像姑娘的脸 似带似圆的还真不好把握呢 是吗 这一笔下去 兴许能够好看 可也许 就不那么好看 总不至于 画出来都不像我了吧 我要是精心点 也许就能画得好看一点 那就请画师精心点画呗 赵军姑娘 蔡姑姑没告诉你 怎么能画得好看点呢 哦 告诉你 姑娘有所不知啊 什么呀 我画画 总得先把笔 润好了 然后再画 那你就润呗 你自己是画师 难道还要我帮你润吗 我润 你不润谁润啊 看来姑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啊 要画好姑娘这张脸 用一般的颜色 怕是不行 那你就用好一点颜色呗 那可是得拿金子去买啊 那你就去找皇上要 是他让你画我的 又不是我让你画的 他还能舍不得这点金子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姑娘这么说话的 好吧 姑娘这张画 怕是得等下次 那就下次吧 怎么回事这么快呢 画师说了 这次画不好了 蔡姑姑 颜色不够了 下一次吧 您哪 得帮她 好好地准备准备 赵军啊 我说的话 你怎么还是没听呢 我看见那张脸就觉得恶心 你真是太任性了 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赵军 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 毛画师 请等一下 不是来给你那几位姐妹说情的吧 立军 立军我自顾不暇 我自顾不暇 哪里还会给别人说情啊 那你什么事 这块金子 凡毛画师 成画给皇后的时候 多费些心 姑娘 真是有心人呢 那 小女 可就拜些毛画师了 不用 不用 你就放心吧 姑娘们 今天皇后召见 你们赶快好好打扮 赵军 你在想什么呢 蔡姑姑 你觉得皇后是什么样的 肯定特美 不然 皇上 怎么会选她当皇后呢 那 你说皇后都那么好了 皇上还要我们干嘛呀 赵军 你的想法 越来越古怪了 赶快打扮起来吧 要不然呢 这皇后不待见 就等于皇上不待见 快 来 我来跟你说 不用多说 也该明白 作为皇上的嫔妃 最重要的是 要让陛下感到心境平和 而不能一味的争宠 取悦皇上 古时候 有很多物国的后妃 像媚喜 达基 包四 等等等等 他们都让皇上感到很高兴 但是 他们也让这些皇帝 亡了国 对于陛下来说 美丽的嫔妃 既是美酒 也可以是毒药 这位姑娘 你过来 是 你叫什么 小女子姓王明强 自昭君 你就是那个王昭君 听蔡姑姑说起过 还说你弹的一首好琵琶 那都是胡乱弹的 皇后娘娘 你要不要听我弹 你让我听你胡乱弹 是啊 我去拿琵琶 不用了 你退下吧 是 好 我不多讲了 你们跟着各位姑姑 好好学一学 日后 我会向陛下 保健你们的 祝皇后娘娘长寿 祝皇后娘娘长寿 父母 皇上 皇上 您倒是看一眼 就她吧 是 蔡姑姑 小女丽君向您道别 恭喜你啊 丽君 你是这帮姑娘里头 第一个被皇上召见的 是喜事啊 多亏了姑姑栽培啊 才有我的今天 是你自己懂事 赵君啊 你可得加把劲了 丽君读过的书 你还没读到一半呢 对了 丽君 你看这些书上写的 赵君 这丽君都要到宫里去了 你就别说这些了 你看我 光顾着看书了 赵君啊 你要好好地向姑姑学习 我们日后内宫再见 嗯 我有空会去看你的 嗯 那 姑姑 赵君 我先走了 去吧 好自为之 嗯 等等 赵君 你干什么呢 赵君 你干什么呢 你看啊 蔡姑姑 丽君穿的新衣服 怎么了 丽君我问你 这衣服是你做的 还是宫里给你做的 当然是宫里给做的呀 嗯 可是 好多处都不合适 你看 你看这儿 看这儿 这儿 赵君 看你的书去 这样的话 皇上看了会不喜欢呢 哎 果然是不合适啊 赵君 该怎么办啊 来 要不然 我帮你改一下吧 你会 嗯 我看过赵君做的针线 他会的 赵君 你可想好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衣服啊 别说是改了 就是拆了重做呀 赵君也不在话下 怎么样 来 好了 怎么样 蔡姑姑 好 好 赵君妹妹 你真是一双巧手啊 立军姐姐 不用客气 以后有什么用得找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嗯 立军啊 你看 赵君这么帮你 你可得在皇上面前 多美言几句啊 放心吧 姑姑 赵君这样帮我 我怎么能有真不报之理呢 蔡姑姑请直播 蔡姑姑 赵君 你们别送了 我这一辈子 都梦想着 有一天跨进这道门口 可惜呀 姑姑没事的 等有一天 我进去的时候啊 一定带你一起 嗯 你这个傻姑娘 你的心太善良了 可惜呀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呀 你问过我多少遍了 我再告诉你一遍 这是从很久以前 一直延续下来的规矩 规矩怎么了 不都是以前的事吗 不代表这个规矩永远在 永远不能破啊 嗯 你想破规矩 姑娘 你的心好大呀 好了 我们不说了 你呀 回去好好读书 改改你这奇怪的想法 赵军 好好读书 别走神 姑姑 又怎么了 你看这孔蒙李教上 写的是其什么道理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圣人呢 什么叫我怎么说呀 他们这上分明把女人写成了坏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这上面写的说 唯有女人和小人难养也 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这是圣人啊 说了我们女人的弱点 咱们注意客服不就行了吗 那 那干嘛光说女人不说男人啊 男人有什么缺点 不说别的 就拿他们来说女人的那些话 用在他们身上也一样合适啊 赵姑姑 你想啊 你离他们远的时候啊 他们就天天发愁 心里面不知道想些什么 你离他近了以后呢 他又不爱搭理你 还把你往外推 你都说些什么呀 我说男人啊 而且他们老是把什么做官之类的事情看得特别重 自己做点什么事情 还要管别人怎么讲 够了 赵军 我原来听说 孔子就是编写诗三百的人 还以为他写书一定写得很好呢 你呀 就别只看书里说的女人的那些 这书里不是还讲了那么多的道理吗 那道理是对的 可是他们也不能把女人写成坏人呢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女人是怎么想的 你还想让圣人把女人心里怎么想的都写上去啊 他们就算不写也不能瞎说啊 你得知道那圣人都是男人 可是男人喜欢女人 别胡说 我没胡说 我没见过哪个男人不喜欢女人的 除非他不是男人 就拿陛下来说吧 别提陛下 不提就不提 反正我觉得圣仙之书也就是那么回事 蔡姑姑 刚来的时候 我听姑姑说 知不知道孔孟的人简直都不是人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简直太傻了 现在我觉得圣人反倒不是人了 够了 要是照着书上说的 我宁可不当人 我真不明白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念头 是我怪还是圣人怪啊 看这书上写的什么 男女瘦瘦不亲 这怎么可能呢 谁家里全都是女的 如果我在家 我哥哥问我吃饭了吗 我就得跟他说 你不能跟我说话 那都是说跟外人的 那这也太难了吧 一句话都不能说了 我来的时候 是黄总管带我来的 姑姑 你不是也跟他说话了吗 不 总管啊 他不是男人 总管不是男人 对 难道 难道他是个女的 也不是 这世上哪有不男不女的呀 这我以后跟你讲 赵局 你听我说 你呀 早晚得会在你这个脾气上 蔡姑姑 我没发脾气 我是在说道理呀 道理 这世上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哦 蔡姑姑 你看这是怎么话说呢 我 我哪敢拿呢 怎么 过了我的手 就不行了吗 人家姑娘 不好意思啊 蔡姑姑 上回呀 我是看你的面子给她画 画她还不容易吗 画不好 还画不坏吗 是啊 你看 你看这孩子已经明白了 这不让我来给你赔礼了 这姑娘长得是这么不错 就是太生 像是从什么野地方来的吧 是啊 来自金楚之地嘛 不过听说金楚之地 可是出美人的呀 只不过就是他们那儿的人呢 推崇的是屈原 林孔梦之理他们都不知道 就更不要说 知道我们大汉的什么规矩了 不知者嘛 就不为罪 蔡姑姑 看在你的面子 也用不了这么多 拿回去 人家给你 你就拿着吗 蔡姑姑 那哪成呢 不能因为人家是从野地方来的 咱就弃生不是 那我毛颜兽成什么人了 拿回去 告诉他上回没给他画 是为了这次有好心情 好好的画 那就要你画师多费心了 费不了我什么大事 人家姑娘浓量长在那了 怎么画 怎么一个好看 得 就这么着了 我先收下了 蔡姑姑 里边请 赵军 来 坐这 你好好地弹琵琶 什么也不要管 这次你再不听姑姑的话 你就走 我呀 再也不教你了 毛画师啊 你一定得多费心了 好好好 您请 请 大声 好 我昌 你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句实话吧 像画姑娘这样的美人 就是让蠢驴木马画一期 也绝画不丑 你这是本钱 姑娘 我毛颜兽画过的美人上千 像姑娘你这般模样的还没见过 我也真想遇上一个像姑娘这么好的美人 我把蠢驴好好地画上一画 也显示显示我毛颜兽的功夫 毛画师 这次你的颜色带够了 够了 上回是跟姑娘开玩笑 像姑娘这样的美人用什么颜色 不用颜色 用这一种墨就够了 姑娘 可别小看这个墨 墨可是分五色 不信姑娘你看看 你画得真是太好了 姑娘看着好就行了 就凭这个 皇上不照姑娘照谁 是不是 我把话说在这儿 用不了三天 皇上就得把姑娘照了去 只要见了姑娘 那肯定是天天的照见姑娘 真的 我问你 陛下长什么样 姑娘见了 自己看 你随手给我画一个不就行了吗 皇上那是能随手乱画的吗 那你教我画吧 那可不行 要不我给你你喜欢的东西 什么 金子 拿老夫开心是不是 这种事情给金子也不行 姑娘 你得知道 能让我在这夜庭给带照的姑娘画画 那算是破例了 那要是陛下让你教我呢 可千万别跟陛下提这件事 不然我毛颜兽怕是得成太监了 太监 太监是男的女的 根本不算人 赵军 哎 该画好了吧 嗯 是啊 她画得可好了 而且还画得特别仔细 那太好了 太监狗 太监狗 你看我说吧 就算不给她金子 她不也是好好画吗 赵军 你呀 不要太自信了 这毛颜兽啊 在宫里头很受皇后的恩宠 你呀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那么简单 蔡姑姑 毛颜兽她画画得那么好 人也一定特别好 这画啊 和人是两回事 蔡姑姑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蔡姑姑 想不想知道我毛颜兽 到底有多大本事 我呀 从没见过你这么高兴过 是昭军姑娘的模样帮忙 我毛颜兽着天下第一画师的椅子坐定了 活得多一个王昭君 太美了 别忙 蔡姑姑 死画的最后一笔还没完呢 在哪呢 有道是画龙点睛 昭君姑娘这颗美人质 我还没来得及点呢 好 好 毛颜兽 小人在 你怎么把李夫人的画像给搬来了 娘娘 您再仔细看看 此幅画像并非是李夫人的画像 真是太像了 比李夫人还美 这就是那个叫王昭君的姑娘 上次赵剑我见过 长得确实美貌不凡 老师 这次你的笔不捉了 是陛下给小人下的死命令 非要见新人不可 不然一个女子不点 只要立军一人陪伴 娘娘 您看 这个立军 这个立军呢 近来是有些得意忘形 自以为 有了皇上的宠性 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画了这个昭君 你想让皇上再毁在像李夫人那样的人手里吗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 是不是拿了人什么好处 娘娘冤枉 冤枉啊 嗯 娘娘 其实此幅画并非最后一笔 怎么说 那女子脸上有一颗痣 还没点 痣 一颗痣算什么呀 娘娘 不要小看了这颗痣 其中大有文章啊 画人物画像中 面无恶痣方为贵 其中 这痣的玄机有种种 痣的位置不同 有些含义就千差万别 甚至大相径庭 如梅雨中心有颗痣 称之大吉大利之二龙戏珠 鼻旁称为伏珠 下额称为喜珠 嘴角称为是非珠 下额旁称为魅力珠 还有济水痣 劳碌痣 夫妻痣等等等等 首当最为忌计的痣 乃生之鱼 眼角下端 称为低肋痣 此痣人见人愁 顿时心静犹如 阴云密布 泪水连连 愁苦万端 一生不能顺畅 这 王昭君脸上恰好有一颗美人痣 小人不敢点 想来想去 还是请娘娘亲自来点 点痣讲究的是心情 放得熠熠生灰 你这说了半天 王昭君脸上的痣到底长在哪儿 这让我如何点 只要是点在脸上 娘娘随便点在哪儿都成 凭娘娘心情来定 如何 你的意思 这样娘娘在陛下面前 也好交代 是你在陛下面前好交代吧 毛画师 你是越来越奸化了 我把文房四宝留下 手笔也润好 放心 颜色和画像中相同 娘娘现在就可以点了 手笔最为忌讳的痣 乃生之于眼角下端 成为低肋痣 此痣人见人仇 顿时心境犹如 阴云密布 泪水连连 愁苦万端 一生不能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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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姑姑父寂寄 希望 蓋梧�ưng 珍拿 金盘多干暖 雨夜斗穷枝 天意长巨手 善望心有意 天高高积蓄 心律可有识 若言足其乐 双翅生何为 我 我认识的人里面 就只有你能见到陛下了 帮帮我吧 这我怎么能替一个叶翅 带赵去求陛下 黄村官 你只要帮我的话 我可以把那个金丝鸟送给你 你等等 来 姑娘 你坐 坐 要不我现在就去拿 别别 这我让人看见了 那不就完蛋了吗 赵军姑娘 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事的口在皇后娘娘那 那我也不能找皇后去接 所以才来找你帮忙的 可是 可是我要把你的信交给了陛下 日后皇后娘娘知道了 那我不一样完蛋吗 那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 对 赵军 和你一起在菜谷姑娘呆过那个姑娘叫叫 你说丽君 对 丽君 丽君 好像陛下经常召见他 你是说找他帮忙 对 让他把你的信交给陛下 神不知鬼不觉 对 对 只是 怎么了 只是不知道这位立军姑娘肯不肯帮你 她肯定会帮忙的 她跟我好的很 你带我去找她吧 不 还是你 赵军姑娘自己去比较好 自己去 那你得告诉我怎么进内宫 这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对了 赵军姑娘 日后要问起这事来 你可千万不能提我 好好没问题 咱们赶快去吧 快点 快点啊 别磨蹭啊 快点快点 哎呦 走路小心点 别笨手笨脚的 快点 走路 numer 快点 快点 那就是立军的房子 看样子马上要走 快过去吧 好 快快 立军 立军 你进来吗 没有 我是来看看你的 我现在可没功夫 你是要去见陛下吧 是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对了 这个 麻烦你帮我交给陛下吧 好的 你放心吧 那就谢谢你 我先走了 这蛮女 倒还有些才呢 妻子 停车 停车停车 丽轻姑娘 是黄总管 有什么事吗 丽轻姑娘 这是你从轿子里扔出来的 你记住啊 咱这宫里头啊 可不准乱扔有字的东西 走吧 陛下 丽轻 愿皇后娘娘长寿 我长寿不长寿 无所谓 皇上的健康 才是最要紧的 臣妾 一直记着皇后娘娘的教诲 还没进门 就大喊大叫的 像什么样子 臣妾 只想令陛下高兴一点 想让陛下高兴 身为嫔妃 与陛下过于密切 就是罪过 臣妾该死 谁也不该死 朕以为 朕的嫔妃 不劳他人替朕管教了吧 陛下 臣妾身有母仪天下之责 对那些不合礼法之事 怎能听之认之呢 母仪天下 母仪天下 皇后 她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 差个一心半点的 皇后就见谅了吧 还不快谢陛下 谢陛下大恩 快更衣去吧 是 天高高级许 心欲可有识 若言足其乐 双翅生何为意 节物名里 深入浅出 文艺但愿 情真意切 写得好 真好 李军 臣妾在 李军 你这岳府词 写得不错呀 臣妾只是 无事时随便写着玩的 并没有什么真情实感 若无真情实感 怎么会写得出 这么绝妙的词句呢 其中有很多意境 真是明白的 要是陛下喜欢 臣妾愿为陛下再多写一些 大胆 你得寸进尺 娘娘 请息怒 臣妾不过是觉得 要是陛下喜欢岳府 那我 可你写的什么 深居宫内 你心怀怨度 竟敢责怪君王无德 娘娘 臣妾不过是觉得 陛下说你写的好 可没有说你写的对 臣妾该死 臣妾该死 娘娘有所不知 有何不知 词已在这 你还想抵赖 娘娘请息怒 请容我禀来 你住嘴 总可以让她说一说 让她说吧 那词 本不是我所写的 你说什么 那是谁写的 叶庭代赵 王昭君 是他托臣妾转交给陛下的 那你为何说是你写的 臣妾 只是想让陛下高兴 那你就据他人之功为己有 臣妾该死 欺君之罪 就是该死 本以为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可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之事来 就念他年幼无知 不再追究了吧 还不快谢陛下不杀之恩 谢陛下大恩 谢娘娘大恩 朕问你 做着慈父的人究竟是谁 这 他叫王昭君 刚进宫的时候 与与丽君 在蔡谷谷处学习 朕敢断言 能做出如此美妙词聚者 人也一定长得不凡 臣妾这次去找毛画时 取来昭君的画像让陛下过目 你们都出去吧 是 朕敢断言 能做出如此美妙词聚者 人也一定长得不凡 陛下 一个丽君把你折腾的还不够吗 还要招来一个招局 不 不能再沉迷下去了 我必须 这不是李夫人吗 陛下仔细看 这不是李夫人 没想到天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酷似李夫人 胜似李夫人 陛下所言极是 王振军 臣妾在 你可知罪 臣妾不知何罪之有 你私自扣留此画像是何具心 陛下 容臣妾辩解一句 倘若不当 陛下爱杀爱寡随便 你倒硬气 起来 朕倒听听你的辩解 臣妾以为 此王昭君 固然胜礼夫人一筹 可他脸上有致命的一点 哪一点 陛下看到那颗黑痣了吗 嗯 毛炎兽教给臣妾此话的时候曾说过 人面无恶志方为贵 志之位置不同 含义千差万别 甚至大相径庭 其中 最为忌讳的 就是眼角下端的滴泪志 此志 人见人愁 心境 顿如阴云密布 泪水连连 愁苦万端 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了 此王昭君虽美 可他脸上 恰有一颗滴泪志 都说 尽滴泪志者 一生不能顺畅 好了 不要说了 陛下 臣妾这样做 可都是为了 为了陛下着想 起来吧 有滴泪志者不可见 朕知道 可这王昭君 脸上真有滴泪志吗 丽君不是跟他在一起吗 让丽君说吧 那王昭君脸上 确实 有一颗滴泪志 都下去吧 这王昭君 念他文采过人 也就别太严厉了 臣妾明白了 把画留下 陛下 你怎么还在这儿 李君错了 朕一生罪恨欺骗朕 可你就偏要 陛下 李君再也不敢了 请陛下开恩吧 朕不想再见到你 下去吧 陛下 李君说 他在夜庭待照 白卷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是他跑到臣妾的内宫 交给臣妾的 竟然擅闯内宫 反了 来人 娘娘 有何吩咐 什么 打入冷宫 我也是奉旨办事 别的就不多说了 冷宫就冷宫 在哪不是一样 走吧 赵君 你这一入冷宫 就再也不能见天日了 天日 能带着他吗 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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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君 赵君 赵君啊 姐妹们都在歌舞言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赵君 怎么了 看你眼睛红红的 没什么 臣妾倒是赞成 可怕谁嫁出去啊 是啊是啊 朕也发愁 赶紧替朕想个办法 出出主意啊 哎呀 有什么办法呀 反正 臣妾绝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那偏远之地去 怎么 你不是刚才还说你赞成朕义 难道就是这么个赞成法 其他公主也不可嫁去 人家会说臣妾偏心的 这不是为难朕吗 臣妾不敢 陛下 容臣妾再想想办法 再想不出办法来 就把你女儿嫁出去 陛下 快点快点 皇上都等急了 我得一张张找 万一拿错了 把离心过的贫妃也拿去 惹得龙颜大怒 我毛炎兽的脑袋还要不要了 陛下每次临性也没有看得这么仔细过 这次可不一样 此女子关系着我大汉跟匈奴今后的前途 朕可得仔细挑选才行 再看看这些 陛下 臣妾以为 你此女子的美貌 足以吸引护寒爷了 光凭美貌还不够 此女子必须聪明 灵力有气质 陛下圣明 此女子美丽 可惜了 她不就是那个王昭君吗 陛下难道忘了王昭君虽美 可惜她脸上 恰恰长了一颗不吉利的滴泪质 哎 皇后你想想 这滴泪质 对咱们汉人来说 或许是不吉利 可是对于他们胡人 匈奴人来说 他们不那么讲究 他们只信神明 并不信什么阴阳八卦 或许这滴泪质 对他们来说 正好是可美人质啊 陛下不是说不能光选美貌女子吗 可你忘了 上一回她托立军带来那首卷词 能写出那么美妙的词句来 她还不够聪明伶俐 有气质吗 是 你看看 她双眼透着灵气 就是她 就是她 皇后 你还得亲自去问问人家 看看人家愿不愿意 如果人家要是不愿意 咱们不能强迫 只得令许他人 臣妾遵旨 皇后 娘娘 陛下宣众哪一位了 王昭君 这可如何是好 蔡姑姑 蔡姑姑 大事不好了 什么 又出什么事了 又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你知道皇上下的诏令吗 知道 不是说谁愿意嫁到匈奴去 皇上就认谁为爱女吗 对 就是这个 可惜 这进宫的女子就没有一个响应的 昨天晚上皇上在为临幸过的女子画像中选上了一位 谁 黄总管 你是说陛下选中了昭君姑娘 别让她听见 听见了多难受 可是昭君姑娘她早晚都会知道的 天哪 这昭君姑娘 她的命怎么这么苦 黄总管 你平时这么喜欢昭君 这么堂爱昭君姑娘 你赶快想办法救救她 别急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她了 什么办法 皇上虽然是选中了她 但是也嘱咐皇后 说是必须要征得她本人的同意 她要不愿意谁也不能强求 这是真的 黄总管 是啊 我愿意 我愿意 知道今天召你来是什么事吗 知道 远嫁兄弟 陛下选中了你 你愿意吗 昭君愿意 王昭君 此事不可义气用事 你要三思而后行 不用三思 我已经决定了 绝不后悔 你可知道要嫁的是什么人吗 匈奴大蝉鱼呼喊爷 她真答应了 太好了 皇后 你的主意好啊 还是陛下的眼光好 真没想到有如此知书达理的女子 快 快传她进来 朕想见她 陛下 去取小事 还是臣妾去办吧 眼下陛下兴致正高 不如多排上几曲 皇后今日的兴致也高啊 居然连朕排演也赞成了 不过还请陛下不要过劳 哎 朕感兴趣的事不觉得累 不过你先把昭君带到公主宫 先住下来 就告诉他说 朕公务缠身 难得空险 出嫁以前 朕总是要见一见的 陛下放心 臣妾就去 朕公务缠身 哎 臣妾落雁之美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陛下 他就是陛下要找的那个王昭君 嗯 皇后认得他 啊 陛下不觉得 他与毛颜兽笔下的王昭君一模一样吗 面如桃花 光彩照人 结拜无侠呀 是 陛下圣明 也许是毛颜兽 把名字给弄错了 王昭君 奴才参见陛下 参见皇后娘娘 王昭君 还不过来给圣上请安 圣上 原来你就是皇上啊 放肆 怎么 怎么不像吗 奴婢王昭君 叩见皇上 快起来 谢皇上 这女子如花之美貌 哪来什么低泪质啊 还说 什么满目阴云密布 陛下 您在说什么呀 我一句也听懂 你当然是不会明白的 陛下放心 臣妾定会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不必了 朕已经看清楚了 那首卷词可是你托人烧给朕的 哦 让陛下见笑了 天高高吉许 心律可有识 若言足且乐 双翅升何为 陛下可真是出口成章啊 诶 这不是朕写的 是昭君写的符字 那不过是我瞎写的 还让陛下生气了 啊 朕实在后悔莫及啊 来 靠朕近一点 昭君 为何发酵啊 没什么陛下 那为什么不断发酵啊 那小女就直说了吧 今日小女见到陛下 觉得陛下挺有趣的 哦 你觉得朕很有趣吗 嗯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只是小女一直未曾见到陛下 心里觉得很好奇 今日见到陛下 就像得知谜底一般 只是 释然一笑罢了 嗯 陛下 小女自打进宫以来 就看到书上说 男女授受不侵 只要是让人看见了 都不合理教啊 哈哈哈哈 怎么又笑了 您要是不信的话 我拿书来给您看看 哦 昭君 告诉朕 当初你为何要进宫啊 原来是说 要嫁给陛下 不可以对陛下用夹字 诶 诶 朕 觉得这个夹字 用的挺有趣的 昭君呢 你想一想 当初你要是嫁给了朕 这还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侵呢 可是 不是已经说了 让我嫁给护汉爷大铲鱼的吗 这就是授受不侵了 嗯 对啊 昭君既肯带公主出嫁 那朕自然 把昭君看成是公主一样 父亲爱女儿并无不妥吧 这倒也是 想你忘记了 其实我也觉得什么受受不侵很可笑 可是这里的人好像都是这样 你怎么可以非一礼教 哦 让他说让他说 还小嘛 说说无妨 昭君啊 朕乃无德之人 见识不明 以前让你受委屈了 一定要见谅于朕呢 我早就不生气了 陛下 其实今日见到陛下 我觉得陛下您是个好人 朕是好人 那谁是坏人呢 坏人 嗯 说说看 到底谁是坏人 告诉朕 哦 小女没见到什么坏人呢 真的吗 嗯 不要怕 朕可以为你做主 小女真的没有见到坏人 为何要骗陛下呢 比如这次自情远嫁之事 怎么 难道您是说呼喊爷大禅于是坏人 陛下您怎么又笑了 说说看 赵君 当初有没有人强迫你远嫁的 说出来 别跑 正被你做主 不会啊 是小女自己要去的 不对啊 你怎么会自己想要去呢 这有什么的 当初进宫来的时候就是小女自己决定的 如今远嫁匈奴 为什么不能自己说呢 那塞外怎么能和宫中相比呢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到了朕的跟前 谁拿你也没办法 好吧 小女说实话 是小女自愿嫁的 真的没有人强迫 那你怎么会想要远嫁匈奴呢 小女总是要嫁的啊 真明白了 是不是 昭君进宫多日 不曾见到朕的面 小女那话确实有些不高兴 毕竟人家大老远的跑到长安来 小女一直不肯见我 我当然会生气了 的确是朕的过世 不过 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 有人把你的画像画得太不像了 皇后 从今以后 所有夜庭带照 一律不必什么画像吧 直接由朕当面看 臣妾记住了 不对啊 我见过毛画师给我画的画像 我觉得很像我了 你是说 当真看过 是啊 可是后来上色之后就没有再看过 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那朕让你去看一看 然后问那毛画师是不是那幅 嗯 赵军啊 嗯 看看是不是这一幅 是 但好像也不是 这话怎么说 上面画的是我 没错 可是我脸上没有 没有这颗痣是吗 嗯 这可是一颗真正的美人痣 小女的确长有一颗痣 可是这颗痣是长在这里的 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 这痣可地地道道是个美人痣 你可知道这痣长在眼角底下叫什么吗 嗯 滴类痣 滴类痣 嗯 没错 那就是说 长有这颗痣的人都喜欢哭是吗 是的 我可不喜欢哭 我喜欢笑 哈 赵军笑起来还真是好看 吾中生有 不知道这画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军 你怎么又笑了 我猜呀 这一定是毛画师说话的时候粗心 本来应该点在小女儿耳下的 结果呀 她点错地方了 你真这么想 是啊 不然该这么想 那也许他要是故意的 故意 他为什么要故意 这也是朕想弄明白的事 朕早就听说那毛颜兽画师 有贪当王法收受贿赂之嫌 皇后 这事一定要彻底查个明白 是 臣妾一定会追查到底 如果发现真相陛下所言 并严惩不待 这事也怪朕 没事画什么画呢 让昭君生了这么久的气 没关系的陛下 我早就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那好 那咱们谁都不再生气了 好 参见娘娘 黄总管 奴才在 你来得正好 娘娘要奴才做什么 请吩咐 不是我让你做什么 是陛下让你做什么 皇上 奴才听旨 即刻将毛颜兽斩首 娘娘 奴才斗胆问一句 那毛颜兽所犯何罪 欺君之罪 毛颜兽贪赃亡法 利用画像收受贿赂 若有不从者 他便从中作罪 欺骗皇上 王昭君就是受害之人 我说咱昭君姑娘那么漂亮 这么久没被皇上照姓 原来是 陛下也因此气坏了 陛下 陛下都知道了 是啊 陛下现在正跟昭君在一起 对昭君宠爱有加 那昭君姑娘是不是从此 不要再啰嗦了 还不赶快去办 是 弄在这角去 毛颜兽 你这是咎由自取 要不是你教我什么滴泪质 我也不会往那上面点一点 不杀掉你 我这个皇后 也要到冷宫里和那管节鱼做伴去 怎么回事 走 我犯事不早了 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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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 愿望 赵君 朕现在就可以让你永远留在朕的身边 那怎么行 陛下 小女已经决定嫁与护寒爷大蝉鱼了 怎么还能留在陛下身边 朕可以派人替昭君远嫁 那护寒爷不是还没有见过昭君吗 陛下 什么事 臣妾记得 陛下刚刚说过 无信义便不可服众 那又如何 朕对那忽寒爷好处万千 为什么这忽寒爷非要强夺朕所爱呢 也许是 有没有 臣妾的 如果她敢说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弹下去 接着弹 这哪行啊 陛下 接着弹 陛下 您来了也没有人通报一声 别站着 来 这什么也没有啊 连个坐的地儿也没有 这呀 这是我自己弄成这样的 听说到了匈奴那边呢 没有椅子也没有床 人人都想坐就坐 想睡就睡 像这样 陛下你也来啊 来啊 来 陛下坐啊 来啊 怎么样 陛下 还行 陛下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你说呀 我能不能也管您叫父皇啊 其他公主都这么叫 我也想这么叫 那朕不得把你叫女儿了吗 是啊 父皇 着急 父皇 应该叫我女儿 其实昨天我回来以后啊 我特别害怕父皇生气 可是今天看到您 还是满面笑容的 女儿真是打心眼里替父皇高兴 您真的没有生我气啊 朕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永远不会 嗯 昭君刚才弹的曲子真好听 是什么曲子 是不是听起来 和中原乐曲不太一样 的确 听起来 的确有金楚之乐风 可又未入金楚之道 该不会是昭君即兴之作吧 父皇您真是好耳力 真的是小女下编的 可又编的实在好听啊 平和之中多有私存 发自内心而止于淡雅 仅就情记而言 女儿却是我大汗一宝啊 有如毛颜兽之话 可惜啊 父皇您真的觉得女儿弹的不错吗 赵君能否为朕再弹一曲 父皇您这么一说 女儿都不好意思了 我十分之后 你们这么一说 我許我给了她 我太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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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俊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好姑娘 真是美呀 陛下自然慧眼十珠 父皇 女儿带去的部分都是粮食种子 女儿此次出赛 不仅是出嫁 还要遵循父皇平日的教诲 将种子播散周边 以求共同发展 才能深得百姓民心 好 父皇 母后 留步吧 女儿 此行沿途 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 务必要尊重当地民族的习俗 不可掉以轻心 女儿铭记在心 临别 朕赠你一把龙雕宝剑 谢父皇 喜欢吗 喜欢 此件一直挂在朕的寝宫里 昨天他却整夜朔朔发光 找到整个寝宫都亮了 一夜未夕 父皇 您一夜未眠吗 赵军 要远家出门 真 哪睡得着啊 父皇 赵军此生能成为父皇的女儿 乃是世间最幸福的女子 愿此间能保佑女儿 一路平安 有父皇的保佑 女儿一定会一路平安的 对了 父皇 女儿 想请您猜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 你又变什么鬼把戏了 父皇 漂亮 此坠 朕曾在李大将军的配件上见过 他说这是王顿将军家乡一个漂亮女孩变的 原来就是你啊 是啊 这只剑坠原来是昭军送给一位族兄的 可是李大将军说他喜欢 就送给李大将军了 后来女儿听说 父皇你也喜欢他 说的没错 可惜啊 昭军当时还在家乡 要是知道你们都喜欢啊 我就一人给你们编一只 可惜朕与这幸福 却是擦肩而过呀 父皇 您贵为天子 所以昭军将此剑坠 编成黄色的 送给父皇 我希望父皇看到这只剑坠的时候 可以想起女儿 念着女孩 记着女孩 朕 我会永远想着你的 父皇 明年春天已到 草原将风光无限 赵军邀请父皇到草原一游 朕一定去 父皇说话算话 绝无喜言 祭奖相约 好 父皇 你不怕 赵君 此行远驾匈奴 朕借这杯水酒 一桩行色 赵君 紧急父皇叫我回来 热爱百姓 敬爱大陈女 汉兄 和睦相处 敬爱大陈女 敬爱大陈女 大陈女 赵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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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